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DONUT 我们今天来到了位于域中的 Widesmith Art Studio 来体验我们的花卉蜡烛课程 我们先要进去它的门口在这里 请 请进 请进 欢迎大家 在左边 视迪在这里 那这里就是它的环境 你看它的空间很大位 然后很干净 这个很美 这个很美 都是它我们做的 哇 是 这个花很美 对 它这个藏着也是蜡烛而已 然后还有这些 画 有T恤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 也是画 然后这个就是画 然后这一个是有T恤 然后来到这个花的区域 然后来到这个花的区域 花花世界 来到画的区域 是爱情的 是勒 然后这个呢是 蜡烛用的时候应该要放的花 我们看了这里的环境 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做花卉蜡烛啦 Let's go Let's go OK OK 所以今天我们会做的是Dried Flower Candle 然后就让它做很容易而已 其实 所以 第一步的咧 我们就check一下我们的材料 看有什么 就你们会有一个Apron 等一下你们可以穿上 然后你们有你的Glass Jars 还有两个Metal Cut 还有这个是给你们等一下去秤的 然后你的Chopstick 还有你的Candle Wick 那些 所以你们要120g 对 所以你可以看 对 不可以太多 因为等下它会倒出来 OK 塗一下我没有做 诶 还有一个点 可以秤 一个9 现在是1 多了1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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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动成了 OK 然后我们等这个绒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那边去 选大雨花 选大雨花 我们这里上面也是有 Seashell 哦 诶 这里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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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Grashing 早上做Grashing 没有 有的Satial 欸我做到 等一下我做到晚了 我才发现 你从这里就想这样 我们可以放进牛 我们有Jasmine跟Navander 所以你们可以选 如果你要放进你的JellyBreds 可以 谢谢 我需要Lavander味道 好笑啊 我要开始搭我了 直接搭我 现在我要开始发我的贝壳 你看 他真的很漂亮 他生鱈子瘦 他生鱈子瘦 我都洗了 现在我已经做好了透明的这一层 然后现在呢 要养这个上面的白色这一层 要霸食 成功了 有问题 有问题 你看他早上早上起司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大家现在我已经弄好了 这个透明的这一层 然后现在等着这个白色那一层 亮一点点了 才倒下去 大家我是粉色海洋 我已经做到 像这样子了 然后我想要的感觉是 让它全部是那种粉色 然后所有的花围着它这样子的 然后再放一层白色的 那个 然后我现在在等 因为我的那个透明的蜡 不够 所以我在弄着 那我们没有拿一瓶子 哈哈哈哈 我里面让它冷 因为它现在不是上面这一层干了 那其他里面还是很软的 那其他里面还是很软的 什么让它再进一层 很优雅的在上 现在在擦最后 哈啰 哈啰大家好 现在到我们的采访环节 现在我们要有请这间店 Y Smith R16的老板 进来 欢迎老板 怎样称呼你啊 叫我千文 千文 对 我看到你们这些店都很新很干净 因为我想问你们的店开了几年 其实我们是2018年呢 就开始成立了的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要第五年 只是这一个地方你看起来很新是因为 我们今年才刚刚做完那个的 转修和翻新 是什么契机下开这一间店 其实我之前大学的时候 我是读那一个graphic design的 在Sunway还有Indie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其实graphic designer 我们都有做蛮多手工的东西 然后也有画画这些都有 所以我本身是在这一方面都很有兴趣 然后只是会开这个画室是因为呢 我试过去外面打工 但是外面的graphic designer的生活 我相信现在的大家都会有一些的体会的 大多数的年轻人可能都未必 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环境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想要给一些很创意的 或者加入一些的想法的时候呢 都没有这么容易啦 我只能这样子讲 就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可能要放进去你的idea就比较难了 真的会比较难 所以我就打算开一间小小的画室 开始去做一个这样子的生意咯 现在这一间店是有画画也有这个 对啦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有的activity 其实有包括很多种 绘画类的也有 或者手工类的 就好像你们今天做的这一个的蜡烛也有 还有其他烘焙类的也是有 也有 对对看不错 还有烘焙对 这是做蛋糕那种 对 真的是做蛋糕那种 如果不能吃我就有问题 我不能教你们了 我还是做那种白美吧 不是 是真的可以吃 然后吃了不会食物中毒 然后又很美观的 ok ok 这样你是真的是有专门学过这种东西 还是 是专门这个 ok 它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开始的2018年呢 我们只做画画嘛 因为画画本来就是我的专长 可是在后来我们加入的这些手工课 有某一些 是我们真的是去我自己本身去外面学回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觉到 在外面上的课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长 但是其实他教的很多的东西都很繁琐 然后有一点复杂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好 我去外面学 可是我同时我也看很多的影片 然后去研究怎样把这些的过程 minimize到大家容易明白 也做的时候也比较上手 就不会这么复杂 又可以做出一些好看的作品 就是也是有在外面学一个课程 也是有咨询 对都有 这边大多数的学生就是都是什么年龄层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开这个画室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在画室就是开课 我们开课的场合都是在外面 怎样讲外面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接一些corporate team building corporate workshop 然后或者你有生日会 你有什么样的派对 就是event的这一种 然后我们就带着所有的材料 一起去到那一个的地方 来去做这一些的workshop 所以基本上这个画室本身呢 是没有交课的 对 但是我们也是欢迎有一些会手工的人 就是来这里你有兴趣你要交课的话 欢迎你来这里交课咯 嗯 那你开店到现在呢 你有什么遇到男的瓶颈啊什么 嗯 这个是一定有的 因为我2018年开嘛 然后我们2020年就log down了大家 非常的开心啊 所以其实呢 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比较是在画室教画画而已 可是反而到了2020年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蛮大挑战的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在画室里面开课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online教课呢 这个东西还不是很盛行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下面的所有的老师 我们就当初初的就去在就在log down的那一个月 就开了online课程 我们就是透过zone 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开一个zone 然后让学生在zone里面呢 学水彩画也有 或者其他的手工也有 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呢 那一些的corporate event呢 也开始来了 为什么 我开始看到你们 因为呢 他们也不能够去外面玩 要做一些很刺激的活动也做不了了 这样只能做文艺一点的咯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手工的材料pack好好 就寄给他们每一个人 就让他们去 有这样子的一个手工课跟我们一起啦 嗯 所以那个比较大的挑战主要是那一段时间啊 但是 还好老师们也转得很快 他们愿意用这个新的方式去教学 ok 剩下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其实你开这个课程啊 这个画室啊 做这一个东西 最想要带给你的顾客啊 你的学生 是什么样的理念 嗯 主要其实我们原本开这个画室 也是希望多一点的人能够接触艺术类的活动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其实他们来到的时候 他就讲我对画画没有兴趣的 我是被我的男朋友 女朋友勉强带过来的 可是你要知道 画画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的难 然后手工也不是 你看到一个很美的图案 就是其实你的手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的话 是想要带给人家这种感觉说 东西并不复杂 你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对明白 谢谢我们老板倩文 然后就祝你神力行龙啦 嗯龙喜发财 万事努力大家 OK 耶 谢谢 我已经弄好了我的啦 整是海洋 你看上面是花园 嗯 这是我的前面 然后这里就是海洋 有这些贝壳 然后后面的话是花 然后上面也是花 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的话在底下里也告诉我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弄的花细辣椎 它是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我随便搭的啦 所以人心 可是这个也有其中萌的意思 就是各花都有各花香 我的好啦 我的这个名字叫做紫色的布丁 哈哈哈哈 真的吗 你看看我的吗 对 我做每个手工好像都有紫色 我今天就做鲁鞋 还有什么 都有紫色 还有布丁 啊我他丁也是有布丁 所以这个是结合起来的紫色布丁 结合 结合 这个是我做好的 然后呢我把它取名为内在美 然后我的这一层上面的呢 就代表着外表 然后下面就代表着我们的内心 就代表我们的内心美就好了 外表是不重要的 OK 所以就我下面美 然后上面橡是美的 因为它变了 它变了它也是会 也是会玩的 然后上面这层就会变了 耶 我的名叫做小白 然后它上面呢它的背壳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它就长这样子 没事 那就这样子吧 白色很漂亮 大家是不是也想来做这个啊 组勒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们来到Wesmith Art Studio来做 或者是你们的公司想要体验团间 体验不一样的活动的话呢 也可以来体验咯 而且它还有很多隐藏课程 可以查看他们的IG了解更多详情咯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们体验什么课程的话呢 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Kissing Kiss 美女一个人啊 哈哈哈哈 这个自己不会看的啊 哈哈哈哈 这个有两个美女最选花 我喜欢这个感觉的吗 嗯 对 我觉得我很土啦 你看已经要掉掉完下来 哇你到底要拿多个哦 不是你还掉下来啊 我没看 哈哈哈哈哈哈 去西 嗯 嗯 嗯 哈哈哈 你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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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啊 就像当年 嗯 不知道要怎样 决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就是 她爱我 她不爱我 嗯 她爱我 她不爱我 她不爱我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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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